你好,周先生 你好 家旋,你好 你好 周先生,我想問家旋在哪裏讀書 在紅磡黃埔的嘉德麗中英文有住院讀書 但我好像聽說你以前好像不是住在紅磡 是的,我以前是住在深井 因什麽事會吸引到你搬去黃埔那邊 我在2007年的小西灣的動作大會裏面 發覺這麽好的經典文學 有這麽多宗教的團體領袖支持 我在完結之後 最後就深經歌舞大會完結 那我就感動起來 我決定找那間學校給我的小孩子 在這裏 她當時只是一歲零七個月 她很有興趣在那欄杆旁邊 扶著欄杆 看著身經歌舞完結之後才肯走 那我之後就回家上網 周圍去查房 說哪些幼稚園可以由這麽小時候開始 開始折捕這個經典文化呢 噢,所以以前古代就說有萬武三千 想不到現代版的萬武三千 居然在我們身邊拍演 謝謝你 謝謝各位嘉賓 謝謝各位嘉賓 老師,家長,小朋友 古人也有說 不孝有三 無後為大 我們身為父母呢 有子女 我們都很希望在將來長大 是無後故之憂 但是想她以後不會有那麽多憂慮 在她最少開始的時候 給她一個正確的教育 原來呢,我讀了 我小孩子讀了這間幼稚園之後呢 校長就跟我的家長說 最好的老師 最好的老師 不是在學校的校長啊 或者是校長啊 或者是校長、校監獄方面 而且最好的老師 是在家裡的父母那裡開始的 那我呢 之後呢 都是跟嘉賓一起在那裡讀了 我讀一句 她讀的第二句 我讀第三句 她讀的第四句 那如此類推呢 就將點點讀得非常之好 那還有 為什麼 由父母開始最好呢 一個成功的人物呢 她將來長大 都想學行走一個光明的大道啊 聖言的大道 只行的話呢 都是由君子之道呢 是做端符 因為是夫婦開始的 在五輪裡面 我們夫婦之道呢 是排在中間 是軍神啦 父子 夫婦 兄弟 朋友 那引育一個孩子出來呢 不是三歲 就開始讀俗 應該是夫婦呢 是一個好 夫唱夫隨啦 夫婦要互相 要做好家庭啦 好 不是說女兒呀 你讀書啦 不是這樣的 是要 你做好爸爸 或者媽媽的榜樣 那孩子呢 就會跟隨你去 那個榜樣去行走的 孝順父母的 孩子就是孝順父母啦 你爸爸喝酒的 那你叫個孩子不喝酒 有沒有可能啊 那他會 會 會逆自行的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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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